各位同事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位呢 是我们销售部新来的同事 徐磊 夏琳 大家好 我叫徐磊 以后请多多指教 大家好 我叫夏琳 以后呢请大家多多关照 他还需要我们关照啊 他有精力关照就够了 总监来了 总监好 总监好 你 你 你是不是上错车了 你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话 你这人真奇怪 向总监好 他是总监啊 我们销售部总监 向阳向总监 向阳哥哥 要是你也回不来了 怎么办 小夏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带四季回来的 向阳哥哥 你一定要回来 这位也是销售部的新同事 你们好 你好 这位是销售部经理 王马 你的直守领导 欢迎你 这下有意思了 两个新人都大有来头 就看哪个靠身更大了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童四季 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多多照顾我 小夏 姐姐不是答应你帮你在裙子上坊上捉猪吗 这样就跟新裙子一样了 啊 生伤了 我看看 是姐姐不好 姐姐没有照顾好你吗 好啊 如果没有我 你们就高兴了吧 我会到黑远黑远的地方去 永远离开你们 小夏 还可以 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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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小夏 你再不出来 姐姐就不关定了 你没事吧 夏琳 夏琳 谢谢啊 我没事 这招高明 看来还是夏琳的手段略高一筹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 姐姐 小虾 快出来了呀 小虾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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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小虾 你再不出来 姐姐就要走了 小虾 你再不出来就不帮你了 小虾 姐姐就要走了 快点出来 听到没有 快点出来 再不出来 姐姐就要走了 姐姐就要走了 童小虾 姐姐就要走了 怎么了 你没事吧 要不要紧啊 没事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今天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没事 你先回去把牛安顿好 下午再过来上班 可是 我第一天上班 就给你添麻烦了 与其在这里跟我道歉 还不如快去找小春呢 对对对 小春快来不及了 这样吧 我先把牛儿送回去 然后我就赶过来上班 自己小心 那我先走了 小林 小林 你没事吧 经理 没事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不舒服啊 大概是昨天晚上太紧张了吧 紧张啥呀 这不还有我吗 再这么说 我也是你直属领导啊 对了 中午和经理一起吃个饭 经理我 这是公事 明白吗 记住了啊 这位也是销售部的新同事 你们好 你好 这位是销售部经理王马 你的直属领导 欢迎你 原来姐姐他们一直和向阳哥有联系 为什么被抛弃的那个人是我 难道你们就没有找过我吗 还是你们已经彻底把我遗忘了 经理 小林 这给你 谢谢经理啊 有什么不懂的问我 我会告诉你的 干什么呢 上班时间 不要聊天 童四季搞什么鬼啊 第一天上班就迟到啊 对不起啊经理 我 你什么你啊 你别仗着是向总监介绍来的 你就拿方便当随便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在这个销售部 还是我说了算 谁也别搞特权 您别误会 我没有这种意思 没有就好 在我们这里啊 都一视同仁 各评各的本事啊 我知道了 那 那我现在做什么呢 那大佩 啊 童四季以后就跟你干了啊 知道吗 大佩姐 以后就麻烦你照顾了 我照顾你 用不着吧 你不是由总监照顾吗 行了 你去忙你的吧 没事就把公司的产品档案 拿出来全部仔细看一遍 了解清楚 好 好 夏琳 我们同一天入职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 就互相帮忙了 你现在没事吧 刚才看你身体可能有点不太舒服 好点了吗 童 童四季 交后四季就好了 四季 我听你好像说家里有什么事啊 是啊 我奶奶早上摔伤了腿 所以我刚才回去看她了 奶奶 那你奶奶没事吧 现在没事了 喂 好的 我叫她过去 童四季 经理让你去产品布领皇冠系列的条理包 然后送到会议室去 好 我马上去 嗯 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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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